之前沒有揭曉過的工具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筆刷 筆刷裡面有一個仿製筆刷 這個就是仿製筆刷 有沒有印章工具 那各位知道什麼叫印章工具嗎 印章工具 很好玩 你看這裡就有印章 有沒有 你這些代表家的服務就有印章 你找看看我找看看有沒有適合大家的 好的 來這個好了 輕輕 我點兩下就好了 點兩下呢 他就自動把這個拋去拿 那我們來看一個新的檔案 記得二號 如果你要用在我們這個 這個 印章裡面你就9060 解析度是72就對了 還有96 好了各位 有沒有 叫印章啊 叫拿捷的 所以你可以這樣玩看看 這有機場方法 那事實上你也可以自己做 只是我們現在沒叫各位做好 那這裡面呢我今天好像還有什麼汽球的吧 那如果有印章啊不夠大你怎麼辦 氣球不夠多 不夠大 怎麼辦呢 其實就是在這邊 有一個尺寸 這樣呢比較大顆 所以你可以自己圖看看 這個也是蠻不錯的一個做背景的方法 好那我就把畫面先傳給大家 你可以先稍微簡單玩看看 一個是當地人和 一個是所謂的印章工具